乞乖宝宝学画画 今天我们来画一本植物 鲜绒长 然后把这个线圆起来 成为一个长条状 一点点长提形 然后下面 进去一点位置 进去一点的位置 向下 再连起来 某一某的画一点图 就是一个花盆的样子 我们画一个图圆形 上面圆圆的 中间空一点出来 左边 左边 画一个 L型 一个胖胖的L 可以上面伸个细一点到冲动的时候 胖一点 到下面又会收一点 它就像一个仙人掌的手一样 这边也是 刚出去的时候是细一点的 然后 然后 比较粗一点 上面 有心里 画两个圆做它的眼睛 画一个大圆 画一个小圆 画一个大圆 画一个小圆 画一个小圆 我们画一个开心的嘴巴 左边点 右边点一个圆起来幅线 再连一个大圆幅线 中间画一个大圆 画一个大圆 点几毛 画一个小圆 先找到一个很显出的特点 就是 它的身上有很多的刺 中间又画了 我们就把圆维上了 这边也是 画一些它的线条 这里 给它画上 刺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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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也可以画上 刺刺 这样画一些小短线 很多次次 这是先找到武器 再画一个小八字里 看见没有 上翘下翘 我画了真的是好多次呀 现在找说 其实 我的内心 非常的温柔 这些刺 是我用来 保护自己的 好了 我的先生掌画好了 我要稍微把我的先生掌 夹出一点 首先 我们把画盆夹出 我们待会还可以给画盆 画上一些花纹 咱们 把画盆夹出一点 嘴巴里面 这个白眼是它的舌头 到时候我们会涂到粉红色 但是其他的地方也涂到黑色 啊,我可爱的小先生 它现在长得非常漂亮啊 现在呢 我要把它的花盆 涂上一些花纹 你喜欢什么样的花纹呢 就可以画成什么样的花纹 我要在这里 给它加一些 三角形的波浪线 这个上面呢 我想画一些爱心 在这里 外面也给它一些爱心吧 是一个非常爱心的仙人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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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到了涂色时间 现在到了涂色时间 深绿 深绿 淺绿 把这一条涂上粉色 上面涂上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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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层涂上淡紫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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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真是太好看了 安心涂成桃红色 我选一个荧光黄色 我选一个荧光黄色 把我刚才换了条去的地方 全都勾一条 全都勾着画一条 然后呢 我们最后 用一个 淺绿色 把剩下的地方 头上 你看它有这个荧光黄色 在中间 这条状就显得特别的好看 不像三独涂一个颜色 这样就显得非常的丰富 是不是觉得它的那个颜色 好像不够深 我们可以给它稍微 带一点深入色 也是可以的 这样是不是显得更丰富一点呢 可以多加 几种深深浅浅的印象呢 好 这个也涂成红色 这个也涂成红色 然后给它加两个腮红吧 嗯 没有提前 没有把它的腮红位置 控出来 就会有一些 颜色会有一些透 但是没关系 你们画的时候 就把它控出来就好了 现在我要涂一个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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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的先生掌画好喽 仙人掌 怎么写呢 C A C T U S 仙人掌 仙人掌 Cactus 今天的画画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见 谢谢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和订阅哦